嘿!我是廖哥 姐整理的是人生 你的人生有什么困难吗? 让我来帮你全部out 欢迎回来 姐整理的是人生 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新云廖哥 接续上一集我们继续聊 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朋友 记得去听哦 那我们开始吧 哈喽 我是Tenya 我是Tiffany 哈喽大好 我叫廖新云 想要跟两位设计师一起分享 其实收纳跟设计的 一些很巧妙的关系 我曾经看过一个说法 就是很有趣的说法 我不知道这是真来假的 就是有人讲说 住豪宅的有钱人家里面的桌上 不会出现卫生 那我就好奇 那卫生纸是怎样 就是玛丽亚突然说 弟弟请用卫生纸 没有也不会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 应该会把桌面都是进空的 然后很多东西可能都会藏在抽屉 或者藏在一个比较顺手好拿的地方 比较不会像我们去过的 比较多的都是越没有钱的人 家里东西越多 因为他不希望丢掉东西之后还要花钱 这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有钱没钱 这件事情居然会决定 家里的风景 我可以理解 就是说衣帽价有几百块一根 但是最贵的爱马仕有72万的 它的功用基本上是一样 可是等一下你不要这个表情 爱马仕那只很漂亮 我觉得你会动摇 然后我的想法是说 那假设今天家里面经营状况 不是这么负义 反倒我就是应该要把家里面维持在一个 清明开心开放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没有余力的 就是说可能便宜的东西 为什么疯狂一直买 请问一下 调哥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什么现象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地坛小便宜 或者是免费的 但其实免费最贵的 实在 对啊免费最贵 难得囤这么多东西 然后又不好用 其实很可惜 选举时候的卫生 没错 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想要断舌铃 请你想一想 你手边的这个东西 对于你提升自己有帮助吗 没有就丢掉 然后插一个 我觉得调哥金句很多 我看到那句我真的是喷笑 把垃圾白整齐 对垃圾整理好 只是整齐的垃圾 整齐的垃圾 你想我们花那么多时间精力 把这些调好对不对 然后甚至买了一个柜子 买了收纳盒 把垃圾放进去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觉得这句话太棒了 怎么又放垃圾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各种杂物 其实说穿了都是垃圾 你用不愧把它丢掉 你的时间精力 还有空间都非常有限 可是你却花了这么多时间 把这些东西 花时间把它排好 你没有想过 其实你一开始 根本可以不用这些东西 你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留下你真正需要的 不要再花时间精力 在这个莫名其妙 你也想不起来的东西上面 还有一个做法啦 就是说我曾经有一个 应该说是认识的人 但因为他过往有一个 层机这样的经验 结果他就算命 就老师就跟他想说 你知道你为什么 因人地底没有 因为太多棍手在家里面 然后你那个家 就是可能气场不好 我从来知道 算命老师的力气这么大 你们应该是找个算命老师 我跟你说 他还有一句话 就是家里太乱的话 那个财神爷进来也会跌倒 对啊 我家的门开成那样 他可以随时进来吧 可以给你们家很棒 我是觉得杂物是最可怕的风水 任何你多漂亮的豪材 一堆杂物之后 你觉得谁会来 对不对 真的 小翔 对小翔 就是你希望你的运势好 你希望你人员好 你希望你有桃花 你希望生小孩 你希望财运好 一切的根本都在于 你只要你家好了 你心情好了 一切都顺 然后我认真觉得啦 我收纳过这么多 将近2500家 我常常会发现 我有一个金句 就是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 那我刚刚提到的 可能生不出小孩的 在整理完之后 怎么突然就是好运就降临 然后或者是说 运势不佳的人 整理完之后 怎么觉得好像一切都改变了 其实不是 不是什么有什么神力 而是像我说的 杂物是一个最糟的风水 还有 当你可以靠你的双手 把这些东西整理好了 你会相信自己 会自己有信心 肯定自己 那你当然一切接下来的 就会正向的循环 我其实每一个月啊 就是说 因为我做编程 然后我都会有 那个结稿的黄金周 然后黄金周呢 就是前提就是 会有拖延症 然后呢 我就发现 制拖延症 一个最棒的方式 就是大扫 没错 然后家里面在滑 很好欸 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好像瘦了一圈 然后就觉得家里面很爽 就闻起来就是 舒服 干净 然后一睡午觉 然后泡个咖啡 就是这个灵感 就会一直来 所以我觉得 这也应该不是 我一个人的特例现象 我也觉得啦 就是说假设 你看我们之前 比方说大考之前 突然就想要整理 对不对 就是这种莫名其妙 平常都没有整理的 然后整理完就说 对你的眼泪 好像也不用读书了 然后总之啦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运势卡关了 或者是说 你觉得你人生 已经遭到一个爆炸了 那你就试试看整理 你会发现 你人生埋藏 在这些杂物底下 是你真正的心愿 你可能曾经的梦想 你的真实的样子 只是你过得 被生活磨得很麻木 那你在把不需要东西丢掉 不想要的状态 不喜欢的人 然后这些都断手了之后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好感人 但是这里 我觉得要做一个厘清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整理啊 是用对方法来整理 没错没错 不能乱丢 有的人是定期 他就会整理 可是他就是 一直在花白工 因为比如说 他每个月大扫独自 他花两整天 他再花一个月的时间 把家里堆得乱七八糟 对 然后再花两整天 完全大扫独自 那样的整理 其实只会觉得很累 对啊 我觉得他至少有归零的机会 对 可是他就变成 他无限在循环 然后他会永远都会有那个焦虑 就是说 啊 我家现在太乱了 我不能有客人 我不能让人家看到我家这么乱 然后他会再用他无效的整理方法 把家里全部再收得好像 可是其实他只是把东西收到 看不见的地方 这种没慧根的人到底怎么办 你可以请我们去 其实我们可以帮他把那个东西定位好 让他就可以有效的整理好 因为很多人哦 你可能仔细看 尤其是长辈 或者是说 啊 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的 他们很高扣 每个东西都可以把它剪在一起 但是你说不出来 这一栏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里面有橘子 然后牙签 然后还有垃圾带 这到底是什么类 就是都给他扣 然后你问 妈妈说同事 对啊 迷恙 就是每个东西都很迷恙 如果你可以 先做到一件事 就是同类集中 那你就差很多了 就比方说 好那橘子跟橘子在一起 牙签跟牙签 只要你把同类在一起 其实你大概可以知道 这里都是生活用品类 那你买了新东西 你就放回去这个地方 不要是每一层都有摩尼两可 然后那里跟这里也有重复的东西 那你有做跟没做是一样的 对 对 思考逻辑也是有那么多 有有有 所以这就回到他那个就是 联想信手 我觉得真的要达到你说的那个 就是整理好 运势就会好 是你要学会真的好的方法 而且是你实际随手可执行的 对 你这样就可以不需要 你再重复 然后花非常疲惫的两天或三天 把整个乱七八道家 收到只是看起来干净 对 然后再花一个月堆乱全家 然后就是一直反复 我觉得那样子会非常耗人的心 说到这个 我想要补充一个 就是说 我们有做一个一日一舍的 那个日历书 这个就很适合给你家 已经有点爆炸 但你又不知道从何开始断舍 一日一舍的日历书 它每天都会有一个任务 比方说 今天丢掉一张没有在用的 集点卡 简不简单 简单 很简单 对啊 明天可能丢掉一双 已经坏掉的拖鞋 总之都很简单 像任务一样 把它找出来 然后丢掉 你可能觉得一天一个没有什么 但365天 你家已经干净到爆炸 你一天丢一张集点卡 可是晚上又带武装回来 这样吗 我觉得好处是什么 在你断手仪的同时 你再检视你自己 就是你会自我反省 就是 奇怪我带这么多集点卡 我也没用到 那以后我出去不要拿集点卡 反正是反省自己 后来都不拿 我也是 因为那手机其实现在已经有那数位 总之我觉得 如果你可以慢慢的轻的话 我们没有一次要你做到位 但是你在每一次的整理的过程 你都在反省自己 那以后就会谨慎的买东西 买对好东西 然后让你家可以好好的 我觉得这一期真的很有警示效果 虽然有朋友讲说 边轻边开始整理 好棒 优秀优秀 让人家动起来 动起来 真的很好 我不知道我们现象 多少朋友现在都打开自己的衣柜 然后开始检视说 看一下真的 诶 有一个关键字我们好像没聊到 九宫阁 我们曾经有一个案子很特别 你们有看过每一个房间都等大的 等这种阁 没有诶 他们是乡下自己的地非常非常大 然后自己盖成九宫阁 这个九宫阁就是正中间是和室 然后这边可能是厨房 这边是小孩房在什么 都一样大 然后穿来穿去 你就是在一个回字行面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是用和愿格局来构思 因为我说 哇你这个只有在宗教的系统里面 才会看到中间那里可能有神 然后四周 他平常是用溜了吗 没有 妈妈都很晕 妈妈说我在这个家里面还有 没有没有 我不需要说 真正的和愿格局啊 其实这样的动线是非常理想的 所以他们一定是哪里设计的不OK 就是很可怕 而且因为是回字行 所以你无止境找到小孩在哪里 然后一直跟爸爸妈妈错过 你小孩刚刚从那边过去 然后就是一直错过 然后还有就是你走一走突然想说 我现在是在右上还是左下 就是已经搞不清楚你在哪了 这个好严重 平房 就是所以你可能想象好 100平 100平的九宫格 100平的九宫格在同一个平面上 但是你要去斜队脚的那一个方向 才会是某一个地方 所以 他们家人都很瘦吗 没有 他们很大 那个空间极大哦 没有 这是因为很大所以很瘦 对对对 然后最好笑的是 由于我们发现他们家是这种九宫格 实在是太难找到我们收纳伙伴在哪 我就说 你要带队长机你也是 够够够够 我现在在那个更衣室 overover 好托哦 真的有在 是一个折磨的概念 对 然后就 这感觉 这感觉 身为室内设计师 我很想去挑战一下 你去你去你 然后他们就是快疯了 他们这样有承机的问题 没有 但是就变成因为实在是太 太一格一格了 所以你会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在 九宫格的 这一格还是这一格 突然搞不清楚 我好想去整顿他们家哦 对 我觉得他们家 应该不要当家 应该当密室头 后来你怎么处理 后来我就说 我们这样 我们把这九宫格的 这一边就是靠 什么主卧室什么的 我们把你的动线条 让你就是过来 说很明确知道 这一半大概都是什么功能 你们就不会这样子 每一格都要确认 我现在是在哪一个地方的 哪一个位置 比方说 右边的这边可能都是 你们主要生活区域 然后这一边可能都是 比较是 收纳 公共区域 然后这边就是 比较是什么什么 反正就先大概的把它分成 比较简略的 你就不会因为这样 这样你在做 室内设计师的工作啊 哦真的假的 对啊 因为就是定格局嘛 真的要一直摇拢 就是定格局啊 对 通常知道我们都是会分 公共生活区跟 主要的 呃 起居区嘛 嗯嗯 然后会有个中介区啊 嗯 既然做成所谓九宫格 会不会是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请风水老师 看过他们家每一个人的 也不是 就是婆婆觉得这样特棒 然后所以他们就脸红外掉 就是做好 好难用哦 怎么会这样子啊 那婆婆后来有觉得难用吗 有 婆婆就觉得 哎 这样子穿来穿去好累哦 不然把一个门封起来好了 然后就再把这个 因为她婆婆说 我做了两个门 在大门一进来 之后再往九宫格的往下 这里是客厅 客厅 在过去的时候 她就在左右各做了两个门 我跟你讲 她真的是参考何用格 一进一进一进 对一进二进的时候有分左翼 对 然后就变成什么 但重点就是 没有人妈妈同整过格局 对 所以她配置不好看 但她为什么会做两个门 她说你有两个儿子 以后就是 这边切了给他们家 这边切 这完全就是合认格 哦真的哦 她自己要住哪 第三进 没有 他们就是 现在爸爸妈妈还是住在这一边 然后小孩一个住这边 一个住这边 大得 这是正厅左右相反 然后第二进给测试啊 就是一进一进 很想参观 但是 对是不是 很想参观 我好想挑战这样的空间 对 其实很难想象 就是说在现代的生活状态 对 但是还有这样的 对 然后妈妈要疯掉 就是他们觉得住这个太烦了 不如去外面租房子还更好 所以后来也蛮不挑战好 有 调整好就差很多 还是又买两台滑板车给他们 也是可以 可是就是很奇怪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你空间没有调配好之前 那个东西放在哪里 或者是人在哪里 你都会有一种很浮动的感觉 对 真的耶 假之我要剪指甲 就是我在客厅 对我发现指甲剪 放在卧室的最深处 对 我就要起身走20分钟 好不容易歪歪丟丟的找到了 走去的卧室又忘记要干嘛了 对 有可能 真的很有可能 因为世代人的记忆力很差 对啊 正有可能 卧室不知道干嘛 然后又出来回到 对不对 回到刚刚地方原点 那想起来说 啊我刚刚其实就要去哪里 对 然后其实我也后来觉得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就是我们都以为住透天很好 但其实不见得好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懒的 爬上爬下 然后很容易忘记的 应该做一个大平成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发现很多人 不了解的情况下 还买了一个错的房子 然后发现 为什么这么难用 其实根本一开始就错了 对啊 对啊 真的 真的你不了解 对 因为买了一个不适合的 不合适的房子 也很悲惨 对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啦 就是我觉得设计师的存在 真的超级伟大 有一个好的设计 让他容纳在里面 还有让他生活方便 可是我也遇过很多错误的设计 就是他硬要帮他做一个什么东西 结果那一个空间 比方说衣橱的旁边 那门根本没办法打开的 或者是踩在小孩子的床上面 才很大 哦对 你们有遇过这种吗 可是我跟你讲 这在我的需求里面 这是一个条件哦 好 就是有的时候 当比如小孩房的房间 已经很小了 我就会问一句 你介意你要站在床上 才能开衣 嗯 有的人真的不介意 嗯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精简动线啊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为了开衣柜门 我还留一个过道 因为对很小房间 这样其实真的很不合格 嗯 可是有人在意的话 就不行 所以这其实是我需求 表达你的一个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事情 如果一开始沟通嘛 对 沟通完 那就不会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 如果设计师他并没有 依照你的需求做 他就是一个套版 哇塞 这个是 你们是都找同一个设计师做的吗 就都一模一样 然后 人家根本不需要书房 结果下一家 你们是同一个设计师做的吗 你们做了书房 结果最后你们其实更需要 没有用嘛 对 你更需要跟我们一起这样 我不可以说 但是觉得很可惜啦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反而是更了解他们的需求的时候 对啊 你会发现他根本不需要书房 因为他们都在餐厅的大桌子上工作 所以我那个礼拜日我才写了一篇啊 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放下成见 所有的爸妈都会想象就是念书就要在书房 或是就要在自己房间念 可是像我 我就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区域做事 所以你今天就算在房间帮我放一张桌子 我还是会想要到公共区域做 对 可是有的人他就是真的一定要自己的空间 对 然后在我二十年的经历里面 这样的大概就一半一半 一半的人是喜欢在公共区域 一半的人喜欢在住房间 然后问题是喜欢在公共区域的状况是 你就算在他房间给他放上桌子 他还是在公共区域 对啊 他不如就不要放桌子 对 或者是房间就可以小一点 就只睡觉就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堵出来的空间 让给公共区域 哇我最近有遇到一个豪宅 也是一百年 然后他们家非常的大 可是他们的设计是 每一个地方可能都有一小撮一小撮 给小朋友放东西的地方 结果呢妈妈就疯了 就是很气 就是每一个地方一定都会炸掉 然后就好像很混乱这样 那我觉得 我就给他一个很奇妙的建议 我说你们有一个无敌大的书房 然后却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孩房 然后跟自散的这些小朋友的东西 要不然交换好 交换 你让爸爸就是在一个小一点的书房工作 然后让小朋友的床啦 什么东西全部都乱都乱在最大的那一间 这样子反而更好 妈妈就觉得 可以这样子吗 我怎么没有想过呢 重点是爸爸接受嘛 爸爸超想 哦那好 对对对 爸爸想要一个人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不会有小朋友突然进来 说我想要看书 所以我要进来 因为那是书房的公用空间 哦 就帮爸爸买一个那种 小帐篷子的东西 慢慢加一个小孩 然后小孩全部关进书房 皇妈妈就 对啊 其实你知道 很有趣的是啊 人是需要可以掌握空间 有的时候一个空间过大 大到超过你可以掌握的程度 是会慌的 对 你会定不下来 对 所以其实我在设计里面 非常重视 人跟那个空间起步的关系 真的耶 有的时候就是刚好小一点 安全感多一点 那我们只要不要压迫 嗯 不然你待在那个房间 你会觉得很安定 对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像这样的情况下 是大家都觉得 每一个地方我都有沾上边 这个书房也有我的书 所以我要去那里玩 那这个地方也有我的东西 也有你的东西 就大家都交织在一起 然后最后就是会很痛苦 那如果可以是 很明确 这就是爸爸的办公室 那爸爸乱也是乱在里面 这里就是你们的房间 那乱就乱里面 我们公共区域还是可以维持 我觉得这是更好的 对 我觉得这个碎片式的 嗯 边的工程跟计划 我觉得真的是很糟糕 因为其实 他这样的你剥夺小朋友 从小去训练说 如何尊重别人 在空间里面的主导权的这一件事 因为当小孩有自己的空间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这是我的工作 这是我的理由 所以里面 里面都是我喜欢的 所以他相同的概念 会放在妈妈身上 可能跟一间衣帽室 或是妈妈的梳妆台 这个就是我不能 不能去动的 或者说在妈妈没有给我 就是任何许可之前 我不能去搬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也会很希望 就以收纳的角度来看 同样都是衣橱 如果你真的逼不得已 你要跟老公同一个衣橱的话 不要同一个衣橱 对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衣橙真的要分开 因为如果乱掉的话 你就觉得 是你用的还是我用的 然后就很不爽 然后抽屉也是 你不要跟他同一层 抽屉你可以一人一层 总之小孩也是 有的人会说 我很爱我小孩 我想跟他同一个衣橱 不要同一个 以后处理的都是你 对 而且我觉得 其实公共区域的收纳 我在我自己的设计里面 小朋友的东西 不一定 一定不能跟 带人东西一起放 可是我觉得 就像你的联想系收纳法一样 可以下面一点 分高度 对啦 分高度 就是下面的 因为小朋友 拿下面的方便嘛 他们通常都坐在地上玩 那你就让他拉下面 这就是为什么 Savie Eleven 都把养乐多放在最前面 没错 没错 对 然后 那你忠诚以上 就是放大人的东西啊 那这样 小朋友有能力归位 如果说刚好 又结合蒙特梭利 你就是在 他们那个 秩序感最强的时候 开始训练他们归位 其实他们就可以做到 就是玩完就放回去 对 原来蒙特梭利教室 他们也都自己归位 对啊 真的有差欸 所以我也觉得 收纳这件事 如果可以从小 让爸爸妈妈 移生坐着 你坐给你的孩子看 他一定就会做 其实他会做 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问一下 廖哥 你有没有遇过失败的案 就是 失败的案例吗 有遇过 对方也有意愿 想断手鱼 可是伤好 无法 欸我还真的很少 遇到失败的案例 可是我认为啦 心目中的失败 是那种 他并没有 真心想要改变 这就很痛苦 就是我没有真心想要改变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请我去 然后他去跟我讲说 都可以 都看你们 都好 然后结果你弄好了 不好 不好 我不喜欢这样 你有遇过这种 对 那你就一直换 只要你问他 不是失败啊 这是美宋 那他不是美宋 他是没有意见 他说你美宋 我真的很美宋 我好想回家 可是你没办法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没有意见 就比方说 我们会问女友说 诶这样吃什么 他说都可以哦 随便哦 然后你说 那吃冬粉 what 那吃乳味 what 就是这种感觉 那你问他说 诶如果这个东西 我帮你规划 怎样怎样 然后这个放这里 然后这个这样 还是你平常生活习惯是什么 他说都可以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最恐怖的 对 真的最恐怖 你要知道 因为这是你要住的 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难的应该就是这种 让我会觉得有无力感的 对 这种真的会有无力感 好 我觉得 今天大家听闻这一集 最大的收获 就是回家把你的垃圾 变成整齐漂亮的垃圾 去买书 去买书 廖哥这本书真的很好读 廖哥这本书真的很好读 我刚刚就是稍微看过 就是并没有非常压迫性的文字 对 没有 一眼望去 然后你还会觉得很有趣 好亲切 对 因为这些文字是 我们平常可能不会去想到的 对 然后我觉得今天真的时间过非常 太快了 15分 真的 我觉得今天很开心见到 廖哥本人 然后更开心是廖哥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他的 品负跟心法 这个是 在外面是没有办法 配听见的 对 然后再结合采源的专业 真的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知识含量 非常大 而且我觉得 可以驱动大家 开始为自己的家庭 来设计一些练习 我们从练习开始 然后练习之后发生 我家有很不错上轨道 麻烦联系廖哥 然后再联系才能 对啊 一条龙 一条龙 大家四年后 先找我 先找我好不好 先找廖哥帮你看看说 你家里面收纳出了什么问题 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你的人生更顺风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假设你真的很想要把你家整理好 可是你没有预算或是家人不希望有请整理师到你家的 我有廖哥补习班 我会在线上直接用直播的方式 教你如何用一套简单的系统 就可以把你家的动线啊 空间啊 调整不适合的方式 这真的听起来很威耶 我从来不知道说这样子还能转化成线上服务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 我们来讨论一下说两位可以怎么一夜 真的我真的学需要耶 应该会造福我们台湾各 就是怎么讲 每一户人家 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 因为如果讨用的话 大家就会好好收纳 对啊 讨用就靠你 然后收纳靠我 对不对 真的就差很多 真的真的 好哦 今天很开心 一个小时就这么样的飞 没错 如果你觉得这集对你来说很有帮助的话 欢迎分享出去 也欢迎你到我的Apple Podcast底下评分留言 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 收纳幸福廖星云 留言跟我说说你的感想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